我們又去旅行 今次去哪呢? 上海 吃大集蟹 不出貨 我們今次去上海 就是和媽媽、我弟弟夫妻 美姨一行七人 在網上購買四天三夜的 機票酒店套票 費用年稅每人就是2647元 我們出發當天 下午1點鐘由香港直飛上海 下午4點我們已經到達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因為我們要快 所以全部都是手提行李 方便過關就可以立即坐車出市區 我們去前面 坐持浮列車 拿著機票 可以便宜10元 原本50元,現在40元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去吧 上海持浮列車在2006年正式 開始營運 連接浦東機場至2號地鐵線 動養路站 全長30公里 最高時速是430公里 可行時間是8分鐘 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商業連運列車 但因為疫情影響客流量下降 為了減低成本 現在已將最高行車速度 改為300公里 上海晚上來得特別早 還未到下午5點鐘 太陽已開始下山 出現鹹蛋黃的日落 很快已到慈浮龍羊路站 出來後便到下面坐2號線 下面便是地鐵站 這個叫做龍羊廣場 2號線進站調頭 即是我們轉到這邊 你知不知道 我有少許的感覺 這個感覺 去日本 對呀 日本也有這個感覺 對呀 但日本還舊 舊些和人多些 對呀 龍羊廣場 買地鐵飛 由於我們的酒店在漢口路 南京路步行街附近 所以我們只需要坐6個站 就到南京東路站 再步行10分鐘 就到我們要住的參禮酒店了 酒店的大堂 就是這座樓的5樓 客房只有兩層 在3樓和4樓 酒店的大堂都頗寬敞 外面還有一個空中花園 可以和親友一起喝茶 聊聊天 場桌上放有咖啡機 熱水機 茶包和果汁 就是給住客喝的 旁邊還有一個面積不小的健身房 如果兩個兒子來到 每晚都一定會下來玩兩個小時 一進來就是洗手盆 然後有鏡子 有拖鞋 有衣架 一張單人床 我們很久沒試過 兩人睡一張床 去旅行 這次大件事 不僅扯 還要你在這兒跳彈床 今天有張沙發 這個電視應該不是那些聲控的了 它有水壺 都有一個冰箱 這個洗澡的地方 小到 沒辦法了 這個Live 這個座次 即是分開三個人做事都可以 原來這間是智能房 床邊有一個小道智能音箱 可以用語音控制開關窗簾、電視 全屋的電燈和冷氣機 非常方便 最適合我這些懶人 放下行李之後 我們立即報行去南京路報行街 這裏走下去就是南京路 對 下面就是南京路 我們住這間酒店超方便 吃東西很方便 行街又 對 我們今晚準備要去吃的就是月圓火鍋 話說我們在2015年在寧海東路 發現這間吃羊肉的火鍋店 當時它非常火爆 我們要排一個小時才可以進去吃 連我不吃羊肉的媽媽都讚不住口 這次我們逗地從游 去回酒店附近的一間去死 店舖樓下被板圍著 差點錯過了它的位置 店舖是在二樓的 服務員就給了一間房 現在大概是7點多鐘 但是沒什麼藥 跟我們以前來吃相差很遠 以前要排鋪幾鐘 以前在店舖外切肉 現在師傅在玻璃房內切 一大盆就是一斤 這個火鍋店還用著傳統的銅爐炭燒火鍋 打開頂部的蓋裡放滿了炭 鍋裡的清湯慢慢滾 我們就可以開始燙羊肉了 他們賣的羊肉片有兩款 熱氣羊肉130元一斤 鮮嫩羊鯉肌肉56元三兩 算起來差不多190元一斤 都挺貴的 另外醬料要付費 3元至6元一份 我們點了沙爹醬和辣椒醬 各三份再加一份韭菜花醬 每一份都很大碗 蔬菜類十幾元一份 其他肉類20至40元不等 冰豆腐 羊肉水餃 冬瓜片 蛋餃 蛋餃 響麟 大伯菜 羊肉丸 羊肉丸 生菜 蘿蔔片 一份 一份 羊肉一斤 下單的時候 可以選擇瘦一點或肥一點 我們選擇有少少肥的 放入這個火鍋 大概灼十多秒就可以了 好 首先要混醬 混辣椒醬 再加 薩啤醬 韭菜花醬 韭菜花醬 吃羊肉也叫韭菜花 這片羊肉有少少肥 少少筋 濃濃的肉味 因為新鮮的緣故 所以完全吃不到有酥味 還有它厚切大大塊 所以吃起來厚感十足 非常之過癮 但在我的記憶裡 它的價錢比以前貴了很多 在疫情前 我最後一次上來上海 都不用100元一斤 這個叫鯉肌肉 這裏生涼 50 56元 每一片都是少少長方形 6至8秒 就可以吃了 嘩 嘩 裡面 是 好一點的 嫩一點的 軟一點的 軟很多 有少少像吃豬肉的柳梅 但是羊肉味 我覺得 淡一點 反而吃回一隻 130元的普通羊肉 有少許咬頭 對 我喜歡吃這個多一點 感覺鮮味 對 感覺鮮味 楊肉串 一塊瘦 一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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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粉 它的肥 一塊肥 你提高了 身上的肥 容易辣 然後吃了 咬了 最后有些少許醋 芝麻餅 我以前吃過的 中間有餡 這個有餡 這個有沒有餡 這個有餡 有些蔥 太薄 一吃下去 脆皮 和裡面很軟 更能吃 而且應該有芝麻 芝麻香味 裡面真的有蔥 哇,這裡的羊肉環 強烈建議,如果不能吃酥 千萬不要點它的羊肉丸和羊肉水餃 它應該預先製作好 肉類放了一段時間,所以味道比較酥 至於它的蛋餃,裡面包了豬肉和馬蹄 所以有鮮甜好味 我們今天七個人吃了兩斤熱氣羊肉 三兩里肌肉,十個貝菜和汽水啤酒醬料 賣單是670元 這一家的羊肉和以往一樣好吃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客人會少了這麼多 新光酒家,應該是吃大雜蟹的 因為它前面放了一隻大蟹 還有兩個舖位,叫做菜菜小籠 在國內吃東西,排隊就好了 這裡排隊 周圍都是吃東西的 老上海小吃,也很多人吃 香港當然不吃香港的食物 這裡有一間叫做徐媽串串房 這裡就是燒烤夜排檔 不適合我們的老人家 剛剛那個真的可以一試 這麼多人排隊我想好 這個蟹三寶 這個是22年必吃榜 江南全白跑 不吃蟹三寶 江南全白跑 可以一試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想吃 吃完晚飯之後 沿著南京路步行街走到外灘 欣賞江邊兩岸夜景 我們由河南中路轉到南京路步行街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座 懷舊未十足的永安百貨 大家看到這一張就是我們當晚拍的 另外這一張就是我們在2015年所拍的 八年之後的永安百貨 你找到有什麼分別呢? 我看到最大分別就是永安百貨周邊的建築物 建了很多新的大廈 環境比以前更加時尚 但另外還有嚴重的乾菇染 你看看這些店鋪 這麼在日本的感覺 我還以為自己在日本的街道上走路 這條步行街這邊就是Apple 好 斜對面 華為 然後這一間三星 這間蘋果店很大 我要換新機 買得倒數得多 對呀 香港還未有賣 我們終於走到江邊 可以跟東方明珠頭合照 見不見到對面 這個就是東方明珠塔 我買了它 我買了回來 看 嘩 嘩 真的一樣 大小都差不多 還發光 十雞爪 十雞爪 哈哈 未訂閱的快點按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鐘仔 我有新片 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好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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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